原标题站在食物链顶端的 不是广东人而是云南人 仅仅因为一道菜大家喜不喜欢吃饭的时候看剧呢 风味人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下饭节目首播 就破异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3 这档节目的还是由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操刀完成的美食的演续 不仅友好的导演还有配音大师李立宏 好听到让耳朵怀孕还有很好的视觉 效果每一针都可以当壁纸了 看得让人直流口水 我们不仅欣赏到了很多的美食 这档节目也给我们展示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一最好的爱情就是你陪我一直斗了 看了之后才惊觉最美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 二小猫出镜摄影师 抓拍小猫小狗路过镜头 春夏秋冬都有猫猫的影子 三为了吃中国人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退休后的安娜曾搬家离开澳门 但是后来又搬来了回来 只因为在外面买不到家乡的猪皮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 不仅武术书法博大精深厨艺 也无时无刻地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太极样子的图案都不忍心吃掉了无补于少年 它为荣誉而战成风破浪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只要足够勇敢 就可以征服身下的海洋六闺蜜 一生一起走餐了之后 也就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吃个 七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比任何事情都要幸福亲情世家最美味的调味品 发吃辣和吃臭 都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捏住鼻子就什么都过去了 久站在食物链顶端的 竟然不是广东人 而是云南人吃的东西多创造的美食就多 食在印象中圆圆的单一样式的烧饼 竟然会出现一百种样子 连烧饼都有一百种可能 何况人生的食衣在风味人间的尽头下 你会发现食材在烈火中跳跃 具有别致的美所谓美食 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